好 我们来看 对监利而言 他在两个主战场 一个是形式上的主战场 是监利规范 一个是实际实质上的 主战场 是清单计价规范 你说重不重要 形式上 监利监利 利用监利规范规范 那实际呢 实质上 清单计价规范是你的主战场 就按监利的案例考试而言 一二三体 是以监利规范为龙头 一二三体 是以监利规范为龙头 配合 监利概论 配合质量控制交代 四五六体 是以清单计价规范 为龙头 配合合同管理 配合网络计划 配合流水事故 配合 增值税 配合 偏差问题 看明白了吗 一个形式 一个实质 当然 监利不考 按图算链 不考工程计链 这个体系 但是工程计价的方方面面 监利是都要考的 所以你说重不重要 所以一件呢 一件的主战场呢 一件的主战场 是技术标准规范 技术的标准规范 特别是验收规范 一件的体系 和监利造价的体系 不是走一个模板 一件之走 通用管理 专业管理 专业技术 这三大体系 专业技术是支撑 通用管理是平静 专业管理 是拿大分支的 包括 质量管理 安全管理 现场管理 这三管 这体系框架 要异常清晰 好 我们来看 上午讲的 第四个要素 的定位和定量 这计量单位 定位了 也定量了 对吧 定额计量单位 和清单计量单位 在投标报价的时候 在综合单价分析的时候 要涉及到一个转化 等一会儿我们交代 综合单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综合单价 有正常的 正顺序的综合单价 还有逆顺序的综合单价 逆顺序的综合单价 是先算出 核价 再分摊到清单工程链 形成清单综合单价 别着急 我们清单计价规范 这就进入慢节奏了 很熟悉的人 是要求你张嘴就说出来 通过这一次课 再听个十遍八遍 写个三遍五遍 就要张嘴就说出来 不熟悉的人 就必须要入门了 看 头像大了 是不是就兴奋呢 我要再放大 就更兴奋了 关键你们兴奋 我自己看着不兴奋 因为越来越老啊 好 我们来看 第五个要素 第五个要素之后 就到了分界线 第五个要素 是工程链 到这个工程链的时候 如果前期听过课的人 就知道 我们造价 就是造两个价 造两个链 造两个价 合起来就叫造价 工程造价太大了 我们所有的造价 往往都是建安工程造价 好 这个工程链 是工程的数列 不是人才级的消耗链 所以一说链 双链 一说价 双价 搞造价的嘛 这是现场 必须得清楚的 好 我们来看工程链 暗图纪链 暗图纪链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师徒 算链 套定额 那师徒 算链 算的那个链 就是工程链 套的定额 那就是 计价定额 说没有计价定额 那你就是计量定额 计量定额 那个定额 也是消耗链 计价定额当中 也必须得有消耗链 好 我们看 这个点 区分 图件 安装 交通 水利 这就要分专业了 所以 这个 工程纪念 一当一谈到 说 工程 纪念 就要 执行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 工程量清单 计量规范 啰嗦了半天 就是计量规范 我们国家 还有一些专业 没有计量规范 那么我们现在 至少我们现在 十一大专业 是有计量规范的 包括交通 包括水利 那么归我们 住建部管的 就是呢 九部计量规范 计量规范 它规定了 规定了什么 计量规范 计量规范 规定了 计量规范 计量规范 计量单位 计量规范 计量规范 计量单位 我们现在的计量规范 规定的计量单位 是可选择的 有87个计量单位 有87个清单项目 是可以选择计量单位的 你可以选择 按自然计量单位 你也可以选择 按物理计量单位 当然 也有不能选择 就是 多一半 是不能选择 就唯一的计量单位 而 有87个 是可以选择 比如 混凝土楼板 预知的 你可以选择 立方米 你也可以选择 按块 比如门窗 你可以选择 自然计量单位 糖 有多少糖 你也可以选择 按 洞口的面积 对吧 那这就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这个计量单位 和我们定额中的计量单位 除了有数量级这个差异之外 我们定额中的计量单位 是唯一的 是唯一的 那清单当中计量单位 如果和定额中的计量单位 除了数量上的差异之外 其他没有差异的话 那我们就好办 如果又是有差异的话 那我们就要搭建一座桥帘 得由清单的计量单位 转化成定额的计量单位 才能算出 人才及消耗量 对吧 比如装 我们清单当中为了简单 要装我们按根来记 那装你按根来记 一根多少钱呢 你得去找定额去吧 那你找定额 定额当中不会是一根多少钱吧 那定额当中肯定是一厘米多少钱 那你一根多少 说我认为一根多少 正好十厘米 那正好十厘米 那你定额当中 计量单位如果是十厘米的话 那正好 十厘米多少钱 那我就相当于我一个人装 那如果 你这一个人装是十厘米 在定额当中是 比定额计量单位是十厘米 你说怎么办 你是不是涉及到一个转化的问题啊 单位就转化 你不转化 你不转化 最后单价分析表 你怎么分析啊 而你这个转化 又需要在你脑子里面直通 不是你在那想半天 是直通就过去 因为我们这是工作呀 我们这是实操啊 你在那乘法出版 你老整不明白 不麻烦了吗 那说明一根庄 如果一根庄是十厘米 定额计量单位 是十厘米 那说明 一根庄相当于 一点二个 定额计量单位 对吧 那你在综合单价分析表 出现一点二个 这个概念了 出现一点二个 这一行呢 所以看 计量规范规定了 计量单位 是可选择 至少有87 不是至少 有87个可选择 可选择的计量 说我查了 是85个 那就85个呗 可选择 说剩下 剩下是唯一的 唯一的 而计量规范中 规定的计量规则 说那计量规则 有什么呢 计量规则有什么呢 长度 计量规则有什么呢 是按外边线 是按外皮来算 还是按中间线来算 这算是计量规则吧 那计量规范当中 规定的面积 面积就是成吧 两成吧 那两成 那中间也是 有一些小孔的 扣不扣啊 你混凝土当中 钢筋是要占体积的 那钢筋扣不扣啊 那占体积了 应当扣啊 但我们就不扣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麻烦了 说计量规则规定 我们楼板 在气体结构当中 它要搭到墙上 对不对 那搭到墙上那一块 混凝土肯定得算 因为它造价很敏感的 在算楼板的时候 肯定得算 可是在算墙体体积的时候 我们扣不扣啊 因为楼板进到墙里边去了 我们扣不扣啊 外墙扣 内墙不扣 或者内墙扣 外墙不扣 那这不就是规则吗 听明白了 这就叫增扣规则 再比如 我们框架 梁柱 框架的梁板柱 交接的那个地方 我们怎么 是算到柱子里边去呢 还是算到梁里边去呢 还是算到板里边去呢 你说 算到谁里边去呢 有没有听不懂 框架 结构的梁板柱 交接那个地方 它们有个交接点呢 那交接点不就要主接点了吗 那主接点那个位置 那个混凝土 我们是算到柱子里边去呢 还是算到梁里边去 还是算到板里边去 梁板柱 来 在讨论群里边 你们答 算到哪 好 恭喜 答对了 那算到柱子里边去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规则呗 对吧 主粮和次粮 主粮把次粮切断 相当于 我们算主粮体 交接那个地方 次粮 就得一段一段就算了 对吧 一个截面 乘以次粮的长度 次粮的长度 你得一段一段就算 来 这是什么 这就是计量规则呗 对吧 有200的猪瓣 有两板的猪瓣 有两板的猪瓣 无两板的猪瓣 无两板的猪瓣 和楼板 并到一起去 对吧 当然你搞安装 你听不懂 你有这么一点印象就行啊 你有这么一点印象就行啊 好 所以 这个计量规范当中 都给你规定了这些计量规则 增不增啊 扣不扣啊 是应当扣 但因为太小了 对造价影响不大 扣起来又很麻烦 我们就不扣了 那增不增加呀 像我们原先那个气体结构 外强地 窗圆 窗台线 窗圆 你说突出外强这么一点 那确实它有工程量 那我们增加不增加它呀 在算外强的时候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交代了这一系列的规则 那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算工程量呢 不是你理解的那么简单 对吧 因为这里面它涉及到一系列的 增不增扣不扣的规则 是按长度算 是按面积算 还是按体积算 那么这些 固然 是在技术剂量 这一科当中考客观体 但你只要是说 我把大面 真正的理解 是它经常考那些千年一遇的小事 边角咖喃 因为剂量那张就要有特点 就这样吧 但按例当中 考的是大面 那以技术剂量 你可考的是边角 那越是边角的 你越得知道 但是你去背边角又不行 你先把大面搞得很清楚了 对吧 你活性土的主打技量单位 就是这一方 对吧 你刚才的主打技量单位 钢结构主打技量单位 就是吨 你装饰装修工程 主打技量单位 就是平米 对不对 你先把这些说的熟熟的 再考虑那个边角 哎呦 那这个活性土这个地方 怎么按平米算的 那罗希嘛 水平投影面积在 对不对 好 像这些事呢 你跟着我 你跟着广州幼稚教育 这个课程一走 你就会发现 哦 先从大面 浓缩浓缩 浓缩到边角 然后再固定 每一颗固定 每一颗再提醒呗 对吧 好 那么工程链 这一个 截止到这 就用红笔 画上双线了 截止到这 没争议的 前面的五要素 前面的五要素 是你招标人负责的 那招标人负责 如果你EPC总承包的话 那你的招标人 就是你总包单位 你往外去分包 通过招标进行分包 你就不是业主 但你依然是招标人的 你招标人的位置 定位改了 好 那么对 招标工程量 进展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负责 我们在 我们在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 究竟怎么负责 的定量计算 那现在 你至少知道 完整性和准确性 是不一样的 完整性 说明你丢相 漏相 那些你要负责 这好理解 准确性 就强调的是 工程量 你给我的工程量 准不准呢 你要负责 所以 好多人 非得在这 强调 说固定总价 合同 这个总价就是不变的 这个事啊 两说 说为什么两说呢 看那个招标工程量 清单 如果我们使用总成包的话 看那个招标工程量 清单 是不是业主提供 业主要提供的 你就不能违背 清单计价规范 那个链 业主既然给提供了链 尽管叫固定总价合同 实际上 它也是固定单价 对吧 就是形式上 要固定总价 但实质上 就是固定单价 为什么呢 你给我提供的 工程量清单 你不能违背 清单计价规范 你要对你的清单当中 给它量 它准确性负责 那还用说吗 对吧 那么这种问题 我们在合同当中 给它打下一个埋伏 那个埋伏在哪 在专用合同条款 通用合同条款 是不是有标准规范 那是1.4吗 还是1.5啊 还有那一项 那在专用合同条款当中 你就得把 涉及的那些标准规范 都写上 当然涉及的那些标准规范 大量的 都是技术标准规范 特别是质量验收规范 什么钢结构的 什么混凝土的 什么气体结构的 什么防水的等等 在那个里边 千万万千 别忘了列一个 建设工程 工程量清单 几家规范 五零 五零零 一般人看不出来 一般人也没人给你看 可是 我专用条款 我已经约定了 这是不是国家标准规范 是 是 你还说啥 那标题是不是标准规范 那我清单几家规范 是不是规范 对吧 那当然 你前建立合同的时候 那建立规范 是不是规范 是梯子头的 梯子头也是国家规范的 那是国家的 对吧 所以这里边 你无论如何 你要把 清单几家规范 塞到里边去 你记住 当然啊 现在你要是业主的话 你也听明白了 你要好好看看 这小子是不是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 工程量清单 计较规范 给塞进来了 他要塞进来了 你 你获神仙都没招了 你听明白了 你就必须得指引他 因为你这事我写了 听明白了 所以我们好多人 不研究 在那儿成天就是说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才问我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办法 你清单当中让你约定 标准规范的 你不约定 你为什么不约定啊 因为你是二 你为什么不约定 你约定了之后 法官也没招了 为啥 合同当中 合同就像天一样 这么大 只要不违法 合同 只要这个条款不违法 合同就是天 因为我们是老百姓的事 对吧 你们哪个法官说 我可以凌驾到民法典之上 在我们国家还可以 还有人敢凌驾到民法典之上的吗 没了 那好了 我这已经约定了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 工程量清单计划 而你一下这了 十几步给办 谁给你看这玩意 谁懂啊 有多少人懂啊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专用合同条款当中 这一项 你有话语权的时候 或在合同谈判的时候 这一项是必须要约定的 是必须要约定的 正好把这个埋伏就 这个埋伏就 打上去了 那因为什么 因为大量的都是技术规范 对吧 都是质量验受规范 好 说到这 这就是合同那 显为人知的 我们 设上的一个 极深的陷阱 业主你就跳吧 业主该往下跳吧 不跳不行啊 为啥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 工程上 清单技价规范 居然不知道是啥 跳进行不就知道了吗 对吧 就像有好 就像 太多太多的人 他们认为 他们就是皇上 他们比法大 但后来 当他们进去的时候 发现法 是真厉害 特别是刑法 那是真厉害 好了 到这 这五要素 是招标人负责 从六开始 从六开始 是谁来报价 谁来造价 谁负责 综合单价 清单技价规范 当中规定的 是综合单价 使用工程量 清单技价规范 必须采用 综合单价 这是指单价项目 注意我的句话 单价项目含了两类 一类是 实体项目 一定是单价项目 一类是 单价措施项目 单价措施项目 不易再扩展 就是六个 总价措施项目 那点点点 省个月号 所以综合单价 针对的是单价项目 必须采用综合单价 这是强调 只是说 清单技价规范 说的不够严谨 所以那综合单价 综合了什么 这就涉及到 给大家说的一个概念 我们造价当中 我们要造出 工程单价了 工程单价 小中大 工程单价 小中大 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工程单价 和工程单价 相配套的是工程链 刚交代完吧 武之不刚交代完工程链吗 交代完链 和他匹配的 那个价 就叫工程单价 因为他俩能成 他俩是一家 一阴一阴一阳 那么工程单价有三个 这不是小中大吗 最小的 叫工料单价 工料单价是 工料机单价的 简称 在工料单价的基础上 综合近两笔前来 就构成了 综合单价 所以看到综合这俩字了吧 俩字 两笔前 综合 单价 在综合单价的基础上 再综合近 两笔前来 就变成了 全 费用 单价 全费用单价 这个垃圾概念 在大量的省份 大量的机器 还在应用 全费用单价 是原 206号文 建恩工程构成 提出来的概念 那么44号文件 取代了206号文 之后 这个全费用单价 就应当跟他 206号文 一起陪葬 可是我们现在 大量的地区 还把全费用单价 当成一个宝 这个概念 保就保吧 我们也得知道啊 因为我们命题人脑子里边 有些时候他也 闪出 全费用单价来 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要兼顾 这么一下吧 那么 看来 全费用单价 就在综合单价 基础上 再把贵费和税金 走回去 这说明单价 越来越大 全费用单价 在国外 把它叫 完全单价 全含了 不用再说了 你干一地方 没有很清楚 我就给你 723块 两毛四 723块 两毛四 这就是 全部的钱 你不要在 秋后算账了 秋后再算贵费 再算税金 你不要了 反正你干了这么多 一地方没有很清楚 所以在国外叫完全单价 这一次 比清单计价规范 在这儿讨论了半天 也没有过渡成国外的 那个 综合单价 没有过渡成国外的综合单价 所以我们国家的综合单价 叫中国特色 只综合进 两笔前来 在谁的基础上 在公庙单价里 看来公庙单价 我们就要深度研究它 研究完它就取 取上规 取上管理 就构成作为单价了 再取上规 税 就构成完全单价了 就构成完全单价 我们就 也就构成我们所说的 全费用单价了 所以 公庙单价 现在有没有人不明白 有没有人不明白 外专业的 第一次新考生 公料 单价 我们给它用罗马字母吧 不然变化就容易变乱了 有没有人不明白 算了公料单价 那你包含了哪些钱呢 看 从这儿我们要展开了 所以记住 综合单价 就占掉了我们清单几家规范的 几乎半壁江山 这是我们的一大难点 作为造价师考试 这个分值是超超级大 一个综合单价在案例当中 考你个综合单价分析表 总得在十一二分吧 让你算个综合单价 总得在三四分吧 那在其他公共科当中还要考的 所以 这个综合单价 本身 就需要你形成体系 那么综合单价是 源于公料单价 取 规 取管理而来 所以我们先研究 它那个核心 说公料单价 就是公料级单价 一般不称为人才级单价 不那么称 而人才级单价 我们往往是说 要素单价 所以对应着工程单价的 还有一个概念 叫要素单价 人才级 人工位 你看 不是人工单价 是人工费 就说 一厘米混凝土 楼板 它的人工费是多少钱 这楼板 谁家没住过房呢 都很直白吗 财 链 对 鸡 鸡 对 我们就简说了 这不叫人才经吗 叫鸡具也行 现在 我现在问你 你现在带着这个问题 说一厘米 混凝土楼板 需要多少钱 一厘米混凝土楼板 多少钱 这就是在问 工程单价 外专业的人 外专业的人 听明白了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工程专业的人 我们这里边 能占到百分之二十吧 你听明白了 上个饭店吗 上个饭店 这一盘菜 多少钱 所以这一盘菜 42块钱 那这一盘菜 42块钱 包括了哪些钱呢 人 财 机 管 力 归 是 听明白了吧 好多人 就在软 怎么42块钱 那这一盘菜 这个材 这个 这个材料 我看有十块钱就够了 就足够了 那你只是说 这一盘菜的材料费 你听明白了啊 人工工也不算的 当然他没有机 是吧 也得有机具啊 是吧 好 那么现在说 说一厘米楼板 需要多少钱 首先我们说 一干一厘米楼板 需要多少人工费 这能听懂吗 说那需要多少人工费 说那看吧 你盖一厘米楼板 需要几个人工工日啊 说盖一厘米楼板 需要 0.5个人工工日 这句话能听懂吗 一厘米需要 0.5个人工工日 能听懂是吧 那不是一个人干呢 十一组人 但是这一组人 我五个人 我一天干十厘米楼板呢 那不相当于 还是相当于一个工日 0.5厘米 0.5厘米嘛 这在脑子里边 能知同吧 这个地方 你必须知同 这一厘米 需要0.5个人工工日 我们把这一厘米 需要0.5个人工工日 我们就把它叫 叫什么 叫 时间定额 人工定额有两类 一类是时间定额 一类是产量定额 所以这就是 人工定额 分成 时间定额和产量定额 本专专专业的人说十遍 外专业的人说一百遍 直通 人工定额 就是劳动定额 你别把定额给我整乱了啊 人工定额就是劳动定额 人工定额分成两类 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类是时间定额 一类是产量定额 不论考试还是实际工作 当看到这个单位的时候 立即就定 这是时间定额 还是产量定额 用什么来定 用鞋盖上边的单位来定 看到工日了 工日不是时间吗 工时是时间 工日也是时间的 这就是时间定额 时间定额和产量定额 互为倒数都知道吗 那就是一个工日干几厘米呗 那一倒数一个工日就干两厘米呗 在这脑子里边啊 外专业的人你穿越一百遍 你别到考试上再给我琢磨 这是时间定额还是产量定额 你不会看鞋盖上边这个单位啊 你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 我们一会儿就是补充定额 因为今天下午 我们必须把定额 在综合单价这搞得精精的 而综合单价引出 这前提我们先研究工料单价 好 先停 先到这 现在 一个工日多钱呢 说一个工日 就是人员日工资单价 这叫 人工 日工资 三价 我说的 且和实际一点 二百元 每工日 人工 日工资单价 这个概念 有一个极容易干扰的 叫 综合工日 人工 或者叫 综合 日工资单价 二百元 每 工日 讨讨讨论群里边 现在你说 人工日 工资单价 和综合 人工日 工资单价 一样不一样 讨论群里边 你们说 一样不一样 嗯 一样不一样 传论群里面 我再给你一个概念 人工 继日工综合灯状 这撒旦讲 说 这是我们的专业 我们一眼就要打透 特别是在我们时操的时候 在我们现场的时候 我们一张嘴就要说明白 如果这个事你一张嘴说明白了 到别的事的时候 别人就会来问你 你看这个事情当时 你一张嘴又说明白 你一旦有这么五个事 垫底 你就已经层次 在他们 明显在他们之上 来看啊 我说 人工日工资单价 和综合 人工日工资单价 是一样的 他俩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人工日工资单价 每工日给 每天给200块钱 不够精准 而综合人工日工资单价 每天给200块钱 这就精准了 所以他俩之间的差异 就在于 一个是精准 一个是不精准 加上综合工日 综合人工工日 就精准了 加上综合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 普工技工高技工 按一定的权重 按一定的比例 凡的平均 这么说吧 就咱就平均一下 用老百姓的话 平均一天200块钱 那咱这一个班族 有十个人 其中有两个人 是济济 济济工 普通济工 其他是利工 两个人是济工 还有一个人是高级济工 那咱们这十个人 一 二 七 对吧 那咱平均工资多少钱呢 该一天平均工资多少钱 这就是那个 综合人工 单价 综合人工的 人工 日工资单价 而你理解的那个 综合 是人工 日工的 综合 单价 看到了吧 人工 日工的 综合 单价 你理解成这个了 那一考试一下 肯定完蛋了 就这一错 后边就都错了 那我们在现场实际工作的时候 那咱认定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你认定清了呀 人家上面强调的是 综合工日 综合 工 综合 工日 综合工日 就是考虑了 一定权重的 技工和高技工 再把 普工 这不叫普工 技工 高技工 所以我们 在投标也好 在结算也好 那些单价的书 你看清了 你别一看到综合两根 你就认为把管理综合进去了 不是那个概念 只有 综合单价的时候 才在 人工日工日 单价基础上 取 管理 你有什么分不清楚 你们两口子去给人家别人打工去 那女的可没那么大体力呀 那肯定说 那女的一天给180块钱 那你要说 我也去呢 我们两口子给你打工 多少钱呢 那我有体力呀 那你的体力给你240块钱 250块钱 不好听 对吧 给240块钱 那你俩平均一下行不行 就平均了吧 平均一下就是综合 明白这事 明白这意思了吧 这个平均好平均的 你俩的公司加起来 除二就平均了 对吧 因为每个人占百分之 俩人嘛 每个人完整 你是占百分之 五十的权重 那如果要是 还有一个女同志呢 两个女同志 每个女同志 一天给180 那你给240 那你说怎么 你就 那你说 你说怎么平均呢 平均一天 一个人给多少钱 你说怎么平均呢 是不是就得 持那权重的问题了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这个点啊 你看 一个 一天给多少钱 给人工费 就出了这么多 我们造价的 专业术语 好 再说 回归到简单 回归到我们 日工自单价 就是一天给多少钱 所以一天给200块钱 那你一厘米混凝土 你需要人工费多少钱 这会儿没问题了吧 一厘米混凝土 需要0.5个工日 一个工日给200块钱 看 0.5工 每厘米 乘以 200元 每工日 数学学过吧 你哪有没学过数学的 这个分母 和这个分子的工日 是不是就约掉了 是不是约掉了 一个在分子 一个在分母嘛 那 0.5乘200 是不是就是 100元 看剩计单位 这不是这个 元剩下了吗 那分母啊 还有什么 分母这个地方 还有呢 每 厘米 你把它定义一下 这个每厘米 100块钱 是什么意思 你定义 你必须用自己定义 好了你 你来定义 讨论心中 说 你定义 这叫什么 我等你摆到这儿来 得讨论呢 时操嘛 你不讨论 你不讨论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 入目三分呢 对了 这就是 一立方米楼板 我们需要人工费 100块钱 都没问题了吗 所以人工费是什么 这是一立方米楼板的人工费 那假如我们这个工程 是18000厘米 混凝土楼板 我们整个工程 是18000厘米 混凝土楼板 那整个工程的人工费是多少 整个混凝土楼板 工程的人工费是多少 那一成是不是就完了 这没问题了吧 但是我们现在 没说 说整个混凝土 工程的楼板 我们只是说 一立米混凝土楼板 一立米混凝土楼板的 人工费 这不就 这不就 这不就明白了 多直白呀 那 那人工费 我明白了 现在是材料费和机械费 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 那一立米混凝土楼板 我们胡说材料 那就是混凝土 我们不再考虑 零形材料了 就是混凝土对吧 说一立米 楼板 混凝土这种主材 需要 混凝土这种主材 需要 1.02厘米 火凝土材 火凝土材料 需要 0.5厘米 水 我们就说这两个吧 说 这里 一个是主材 一个是府材 这怎么会出来水的呢 这个水 是养护用水 而 1.02厘米 混凝土 当中 这个 1.02厘米 混凝土 当中 那个搅拌用水 已经含到 混凝土材料当中 那 酸米混凝土 说 酸米混凝土 一厘米多少钱呢 说酸米混凝土 比如西三菱的 说 需要 酸米混凝土 需要 450元 每厘米 那么 一厘米水 就是一吨半 需要多少 钱呢 水 说需要 两块 来 说 怎么办 材料费 别的材料 就不说了 就说 就说一个主材 一个府材 就得了 说 多钱呢 那就成呗 你1.02 2乘450 加 0.5乘2.2 如果定额当中 还给了 其他零星材料 还有 6块6 那再加6.6 就不用成了 因为零星材料 直接就给你的 是6块6 一定没混凝土 这就完了吧 来 说 那这个钱算出来 比如说 算出来是500元 每厘米 那这500块钱 一厘米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你说 是一厘方米 楼板的 材料 需要你注意的 就是这个 一厘米楼板 需要1.02厘米 混凝土材料 马上我们交代 这个定额的时候 就知道 这个地方 我给你举的这些例子 都极为重要 那机械费也是这样 那机械费也是这样 你总得用 这脑袜吧 你楼板总得用平板针导器吧 你总得针导吧 如果你现场搅拌 你总得有搅拌机吧 说那我打雕 还得 这个这个 雕上来呢 那个垂直运输 可不在这里的 那垂直运输 那是错事的 你听明白了 你就用着钓到100层楼高 你还得钓到10层楼高 你还钓到3层楼高 那是垂直运输 就是 那垂直运输 这不就又涉及到超招费的问题了吗 你超过6层楼高 或超过20层楼高 你要继续超招费 你得报啊 好 那么 公料单价现在 是不是大家已经有很深的印象了 有很深的印象 在这个基层 我们就涉及到 那你这个0.5公日每厘米 你是怎么来的呢 那这个0.5公日每厘米是 人工时间定额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 造价造价嘛 追根溯源 必须把源头抓住 这才一说 从头到尾 我才能形成体系啊 你才能形成体系啊 在试操的时候啊 那我也不用拿着表去 测定额去 但是你得知道 有人拿着表 曾经是测过这个定额 后来这些子子孙孙们 就开始太懒了 根本就不进 不进 客了 上现场看一圈 回来就开始修改 后来连现场看懂看了 直接就在办公室修改了 明白吧 我们现在 企业定额 企业定额 说的 天花烂坠 那接替额是你编的 那不是你剽窃来的吗 你修改了一点东西 对吧 真正明白的人 修改那个东西还行 而你又不明白 你看你修改那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对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涉及到 人 财 机 这个消耗量定额的编制 那单价呢 单价我们也得说 量价合一 量价合一 渡达的编 什么 渡达的编辑 那是 空白的编辑 渡达的编辑 渡达的编辑 感谢观看